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鲜甜的香菇与蘑菇 搭配清新的白蕾香末 与香味独特的蓝纹起司 炒出铺鼻的香气 与荣郁的口感 倒入派皮中 烤出酥香金黄的绝妙风味 让热气与香气 飘扬在餐桌上面 有营养师为您健康把关 大厨传授您料理中的 各种技巧 今天的菜单就是 蓝起司逊菇派 现在新宿派 天空带来 你看我一开始 就拿着这个柱子 要介绍我们的柱师傅 调阿塞 苏彦章 你好 这是棍子 苏彦章师傅 法国巴黎蓝带厨艺学院毕业 也在厨艺教室担任教师 现任知名餐厅的行政主厨 这个很高皮 然后我们再来介绍 我们的美女营养师 大家好 台中慈济分院的廖金仪 廖金仪中山营养科学所硕士毕业 专研糖尿病与肾脏病营养评估 目前担任台中慈济医院营养师 好 我们帅哥美女来到了我们家里面的厨房 就要教我们做这个 我闻到味道 我已经觉得说已经软了一半了 因为感觉上好像很浪漫的料理 对不对 还蛮费工的料理 蛮费工啊 其实它是 它有另外一个名字 你如果偶尔去一些早餐店或什么 你会看到一个咸派 就是这个东西 哦 对 咸的派 咸派 对 我们就是外国的臭豆腐 我超爱吃的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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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不及待 我们来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 蓝起司迅菇派 派皮的材料有 低筋面粉180克 奶油120克 鸡蛋60克 盐少许 馅料的材料有 鲜香菇200克 干香菇30克 蘑菇150克 鲜奶油200cc 蓝纹起司160克 泰瑪森起司粉50克 鸡蛋两颗 新鲜洋香菜末 新鲜百里香 连派皮都有自己做 对 我们可以自己做派皮 派皮是很简单 当然如果你懒得做 你可以去买现成的 OK 那没有问题 但是其实做派皮非常简单 你只要把握一个原则 三二一 三二一 三二一卡 不是三二一路 好 对 就是说三份的面粉 两份的奶油 加一份的水 好 所以你三份的面粉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这边有180公克的面粉 好 然后我有两份的奶油 三二 这边120公克 是 然后一份的水 那水你可以用鸡蛋代替 好 基本上一颗蛋大概是50公克 所以你可以等一下稍微加一点点水 没关系 好 那你如果家里有那个食物处理机 你就全部把这些东西放到 放下去 一起处理就好 那没有呢 如果没有 你就是用手 手工来咯 用手 对 那最好的状况是 希望我会 我们会希望奶油它保持在冰冷的状况 不要让它融掉 这是最好的状况 就直接从冰箱拿出来 对 然后切丁 你先把它切小块 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去 拿出来直接 好 直接揉 直接搓就可以了 那你这个并没有切怎么办 没关系 好 大师父 没关系 没关系 那个很多东西 我们当然会希望 尽善尽美 但是当你没办法的时候 其实还是可以吃 只是口感没那么好 但是我觉得 有时候我们就不用那么在乎 这些小细节 好 这些小细节是 你付钱去买东西的时候 人家需要提供给你的 对 那我们自己做 随便 先自在一点 好吃就可以了 对 好 我把它放下去 那你今天是要用手来揉 对 好 搓的时候 你不要 按摩 你不要用挤的方式 其实我们会用一个方式就是 很温柔的 对 把它搓一搓 等于说把那个 你刚刚在讲说 把奶油切小粒 会比较好搓 这样子它就比较容易 跟面粉混合均匀 对 那可是你的手搓一搓 它就是有热度啦 对 所以速度越快越好 好 那这个看起来 有点像奶酥了 好 就是我要用这种搓法 搓到像奶酥 对 像奶酥一样 它要像沙子一样 好 等到搓到这个程度了之后 我再把蛋打进来 这个时候才要把它打蛋打进来 然后同时加一小搓盐 在里面 那为什么加盐 其实是因为盐可以提味 是 原来是这样 是提它的味 你不是说咸派吗 我先讲咸派 就要把它放盐 就不是 不是 在很多的甜点里面 我们都会加一点点盐 去提出那个味道 所以派皮一定是用到奶油 对不对 对 这是要跟大家讲的 不要想说用植物性奶油 那个就是反式脂肪酸 它很容易氧化 对啊 对身体不好 还不如就吃真的奶油 奶油 对 没错 那这个是一个观念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这样子 对 把它混匀就好了 OK 等一下 这个是跟我们中国人揉面 不太一样吧 对 你不需要 不能揉哦 你不要揉 你不要让它出筋性 所以你也是 我们也是用低筋面粉就可以了 不能出筋的 对 不要让它出筋性 好 这个就是 我发现这样子你做派皮 也觉得很好 因为外面的 外面卖的现成的派皮 很多就是用酥油 对 这样才会节省钱 节省成本 那吃起来 那个口感其实是怪怪的 那我一吃进嘴巴 就是不舒服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自己吃 用天然的食材 你说那奶油 其实我都会建议用好的奶油 价格高一点 价格稍高一点的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 一分钱一分货 对 那尽可能的用好的奶油 那是无盐还是有盐的 用无盐的就可以了 无盐的 做菜我们都大部分用无盐的 好 自己做啊 不要舍不得 好可爱哦 这样 没错 一坨 一坨这个弄好了 现在是不能干的 因为它太软了 它太软了 所以我们 我们的食谱上面 我们的食谱上面的那一个 食谱的面皮 就是我刚才这一个量 大概可以做三个派皮 好 所以这个时候做好之后 我趁现在把它分成三分 三等份 你可以用凉的 趁它现在还软的时候 分成三等份 好 你大概分就好了 没有关系 这个没有一定的 对 好 大概三等份 当然如果你要非常准 那你就是用凉的 好棒 然后这样 然后我们用保鲜膜 把它包起来之后 放到冰箱里面去 用冰哦 这样冰 它这样才会有点硬度 然后你才好感 对 所以我把它用保鲜膜 把它包起来 所以说其实这个冬天来做 天气凉来做 好 那当然做起来 就是要有这么多 如果你没有办法 每天吃派的话 那你可以用不同的内馅 对不对 同样的 它可以当点筋 可以当主食 对不对 或是做成甜点 是啊 如果你里面放的是苹果 就变成苹果派 煎过的苹果就变成苹果派 所以这个基本派皮 基本派皮就是这样子 现在我们就待会把它放进冰箱里面去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一块是你从冰箱拿出来 对 它就比较硬了 就是要冰到保持这样 差不多冰个三、四十分钟就可以了 太硬也不好 也会裂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冰个三十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你已经冰太久 没关系你拿出来外面稍微回温一下 大概放个十分钟就可以用了 好 好 传统的擀派皮 我们就会在上面撒粉 撒粉 撒粉 撒面粉来擀 可是这样其实 对于现代一些人来讲很讨厌 因为你撒完面粉 你很难处理 还弄得整个洛选 所以我们有另外一种方式 是可以不要撒面粉 有招数的 对 一样 就不要搞得 保鲜膜就非常好 不要搞得满桌都是面粉 对 对 它也是可以 主要就是防止它沾黏在 对 没错 板子上面 好 小姐 请问你喜欢吃厚片派 还是薄片 两个都要 两个都要 不好意思 你这个小姐良心 其实我们会希望 擀到一个适中的程度 大概就是3到5米尼厚就好了 因为太厚 太厚其实也吃起来 都是面皮 口感不好 OK 好 擀到差不多比你的 好 那个模型大就可以了 模型 来 我这边也有一个 已经处理好的模型 来的模型 水的 模型有没有要加什么处理 好 有 这个模型我们为了让它好脱模 其实我会先抹一层奶油在上面 然后撒一点面粉在上面 所以上面就是有些面粉 有面粉 所以你是把奶油融化抹在上面 然后再 对 我们其实用手的温度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今天你用的是铁芙笼的烤盘 烤盘 我就可以不用做这件事情 好 扣上去了 扣上去 哇 哇 哇 我们第一次看人家来自己做派皮耶 好 把上面的拿掉 好 还没开始做咧 好 然后我们要把多余的拿掉 好 然后呢我们要把多余的拿掉 多余的把它 稍微把它收一下 收进去 好 把它底下都要弄 对 多余的 擀一下 这样就麻掉 所以你刚刚在讲说 那三个因为旁边擀下来的这个部分 留起来 如果你一下做不完再冰去冰箱 没错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个再放冰箱去 好 好 好 这个弄好了 我们就会先把它放到冰箱 好 所以你也可以先做到这个程度 是 丢到冰箱里面去 你如果有够模型 你也有够模型 两三个 你就把它丢到冰箱里面去 要的时候再拿出来就可以了 甚至做到这个程度 然后我就会把放到冰箱里面去 放冰箱 那你可以多做好多个 对 你的冰箱大的话就放冰箱 没错 这才刚开始了 对 那我们的馅料有什么呢 我们有生的香菇 好 那我们就把它切片了 好 还有生的蘑菇 生的蘑菇也切片了 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香味来源 就是我们的干香菇泡水 在国外他们也是会使用到干香菇吗 他们 我们在国外会用干的牛肝菌 对 那个香气 香气比较不到一样 但是一样都是香菇 也是香菇 对就是菇类的东西 那台湾就用这个最好了 对 没错 好 然后另外我们还要什么东西呢 我们还要 这个就是 藍的 藍色的 对 藍色的 这里面的绿色的部分就是 黴菌 藍莓 这个怎么吃啊 直接这样吃就可以了 它的味道很重 你可以试试看 好 那你这个藍莓起司 你要做什么用 等一下要混在这里面 让它提供 你提供一个很特殊的香气 真的 很多人不敢吃的 谢谢 藍莓起司跟菇类非常搭 它味道很重 好好吃 你敢吗 你敢吃吗 好浓 好浓的味道 我跟你讲 很多人是吓到半死 我是很爱的 很滑润 好过瘾 这个东西叫做 跟臭豆腐一样 一吃你就爱上它 对 没错 好 我们今天这些材料里面呢 我们 我已经忘了 要让菁怡来做什么 因为我一直发觉 她跟我穿死了耶 因为她读大学的时候 人家都说她长得很像我 就是我好像突然间 多了一个女儿一样 我只是一直在那边 感觉到我们俩一直吃 那其实这整个的这个料理 现在才开始要做 对 那它的这个营养 就是以菇类为主 其实这一道的食材 就是大部分都是香菇菇类 那其实干香菇 跟湿香菇的差别 就在于干香菇 它有经过阳光照射 所以它的维生素D很丰富 真的 对… 那维生素D就是我们骨头健全的 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营养素 对 干的跟湿的的差别 那其实这道料理的热量 的确是不低 尤其是我们有用到起司 然后又有用到奶油 奶油 又用到鲜奶油 鲜奶油 那基本上就是油脂的部分 热量真的都非常的高 所以说就是酌量摄取 如果怕胖的话 喔 没有关系 偶尔吃一下啦 对 或者是如果有血糖方面的问题 可能要酌量摄取 对 而且你的专科是属于 哪方面的那个营养料理 就是慢性病 就是包括糖尿病 或者是肾脏病的部分 对 所以特别提醒一下 糖尿病的病患 如果在吃这道热量 比較高的食物的时候 可能要去就是监测一下 你的血糖 那可能要酌量摄取 吃一口就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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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營養素有交代 这个东西就要特别小心 肾脏病也是一样 对不对 要炒肉 来 我就把它丢下去炒肉 OK 好 谁先下都没有关系 谁先下 谁先下都没有关系 好 所以说 菇是好的 OK的 像菇类的话 可能要小心的就是有痛风 尿酸过高的 菇类的部分就要特别注意 就要注意了 那一般 正不正常 一般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菇类它其实含有 非常豐富的多汤体 多汤体这个成分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可以让我们免疫力提升 好 然后又可以抗癌 抗癌 抗癌对 其实它是一个很有名的 抗癌的一个保健的食品 多汤体 是 其实它在我们天然食材里面 菇类里面就已经非常丰富了 好 不管是香菇 蘑菇 杏包菇 菇类的食材里面 其实多汤体都非常丰富 都很多 好 所以说我们当然一般的 身体健康正常的人 这个是我们很好的 保健的食品 食材 是 如果是吃健康素的人 他可以加一点洋葱 洋葱 对 好 在这边再一次提醒大家 因为素食的种类 真的是很多 如果你不是宗教 修行素的话 那你是可以 因为身体健康 或者是环保的关系 那么你也是可以放一些 切碎的洋葱 甚至于放一些蒜头 都可以了 这个跟蒜头也是还蛮搭的 也很搭 对 没错 然后我会放一些香料 一样我还是就是 放一点百里香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我会 我要放到里面去 所以我会把它切碎 所以说做西洋料理 其实法式料理 用到很多这种 这种香炒汁 对不对 对 没错 好 那我把这个 哎呀 香炒汁都要出了 香炒汁都要出了 就用它来把它煮熟是吧 是的 它其实已经炒香了 但是这个水 这个香菇水是很重要的部分 它有很香的味道 好 所以我们会一起下去煮 稍微让它收一下 不用那么多 不然会太湿 好 所以我们就开个火 让它收一下 然后在收的时候 我先要把这个 藍起司把它剝碎 好 它已经很软了 对 但是我们等一下 要让它能够融在里面的时候 我还是最好先把它剝碎 所以你就先 要放多少 照个人口味 对 这个它算是增加香气的东西 对…如果你喜欢吃藍起司的人 你可以放多一点 好 但是注意一下 它很咸 对 它含那量很高 所以不要 它起司的含那量都非常地高 所以肾脏病人 肾脏病 高血压 这个都要特别注意 心血管肌病都要特别注意 其实所有的起司 它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对 对 好 今天我们大概放了半块的 差不多半块 差不多半块 它的鲜味是很棒的 然后等到收到差不多这样 就是汁只有一点点的时候 就差不多 但是不必全干 不要全干 你就可以把火关起来 好 然后把起司加下去 加起司有一个要求就是 绝对不要在开火的时候加起司 一定是离火才加起司 离火让它还有温度的时候才加 对 没错 这个时候加好 可别把起司放下去煮 对 不要煮它 没错 好 然后用鱼热把它的温度 把它融掉 融化 对 好甜 当然我们要加一点盐巴 我还是会加一点胡椒 如果有胡椒就加一点胡椒 因为咕咕是没有什么鲜味的 对 没错 好 然后呢 帕马森起司 我也加一点点去 以及磨碎的帕马森起司 加一点 这个完全是起司 水量非常高 怎么办 所以像这个你可以吃多少 这个的话 算了今天就豁出去了好不好 不行 这么香的 想起一定是要豁出去了 好 豁出去了 来 我们先看它 还要打个蛋 对 两颗蛋 两颗 对 基本上大概是200cc的鲜奶油 可以对两颗蛋 是 鲜奶油先下 它是加在那个里面的 对 鲜奶油把它倒进去 那个里面已经全部都煮得浓浓稠稠的 是的 这个东西拿来做意大利面 也非常好吃 对 意大利面 这个就是说把它 做意大利面就是这样热热的 淋在意大利面上 没错 最后拌一拌就非常好吃 不是 我第一次主持节目主持到 舌头打击 然后呢 蛋一定要最后加 好 千万不要刚才一离火就加蛋 因为蛋会变胀 对 蛋一定要 稍微降温以后才能加 就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机才对 这鲜奶油下去 它就已经完全降温了 对 它温度就降低了 所以它才会融合在一起了 得 好 好 这个程序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这个就是技巧 来 我们为了要配色 所以我里面会放一些 切碎的洋香菜叶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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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快了快了快要可以烤 好了 就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把它 倒到配色 就把它放进去了 所以说 你这个是应该还满多份呢 基本上 看你的派皮多大 你如果派皮很大了 你就会 刚好一个家庭号的话 那就是刚好 然后你不用铺到全满 大概七八分满就可以了 七八分满 好 好 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到 已经预热好的烤箱里面去 烤箱里面去就可以了 还不能吃 还不能吃 小姐 要等一下 放进去烤 好 好 那么是多少度 大概烤15到20分钟 也是要看每一个烤箱的 家庭的烤箱 家庭烤箱我会建议 大概烤20分钟 它烤到后来 表面变成金黄色的 用目测就可以了 对 好 那是100多少度量 差不多160到200度就可以了 20分钟 20分钟 差不多20分钟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不是很确定的话 你可以拿一只刀子插进去 插到馅里面去 如果拉出来 发现它里面湿湿的 它就是还没有完 再续烤一下 再烤一下就可以了 对 没错 那我们就来等烤好的 好 好 好 我们现在要来吃派了 通常你刚烤好 我不建议马上吃 稍微放凉一点点 因为它这样它才会 它现在烤好的时候 它整个都是很软的 就跟做饼干一样 你刚拿出来的时候不要碰它 没错 等它放凉它就稳定了 对 它才会 不然你整个底或是边缘 都会很容易破掉 所以我们就稍微放一下下 让它稍微冷却一下 好 就可以吃了 好 好 那我们就等它凉一点 我们就来吃吃看了 好 做法是先将面粉与奶油 轻轻地拌匀 再加入鸡蛋 盐 轻轻地搅拌均匀 不可以用力以免出筋 分成三等份后 再用保鲜膜包好 放入冰箱冷藏三十分钟来备用 取出一份的面团 擀成适量大小与厚度 铺入模子中 除去边缘多余的面皮 冷藏成为派皮来备用 干香菇 泡水之后切丝 香菇水保留备用 鲜香菇蘑菇切片 与干香菇丝下锅一起炒香 再以百里香末调味 再倒入香菇水煮滚 并且收汁 收至约四分之一后 离火再加入已经剥碎的南文起司 帕马森起司粉搅拌均匀 再倒入鲜奶油 蛋 洋香菜末 拌匀之后成为馅料 将馅料倒入派皮中 放入以220度预热好的烤箱 烤15到20分钟 取出之后稍微冷却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来吃这个咸的派 你们看到没有 它整个的派皮是这么样 整整齐齐的 对不对 这个派皮 第一 跟我们在外面买现成的派皮 回来做的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那个是用凡尸脂肪 那个人造奶油 会比较脆 有一种会黏在酒吧的感觉 而且那个蓝起司 我觉得蓝起司的东西 跟臭豆腐很像 就是你烹煮前跟烹煮后 完全会有不同的感觉 对 它现在这个蓝起司在里面 让它整个变得更鲜 对 没错 味道没有那么重 对 我跟你讲 很难形容 这个有多好吃 所以说你就不要偷工减料 就照刚刚的步骤 照刚刚的食材 你就自己来做着试试看 绝对会有非常好吃的这个 这个咸的派 感恩你来教我们 谢谢 预约下一次的咖啡喔 OK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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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